你 这都不重要了 实际上这是你的心愿呢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么听我的话 请问这位先生 是你男主角的原型吗 你们俩什么关系啊 在你的漫画作品里 剧情到了比赛就戛然而止 请问后面的剧情 会如何发展 那你主角会走在一起吗 快跑 这一总该没人了吧 我怎么就晋级了呢 真的不是你搞的 我说过 我只是把比赛的机会 还给你了而已 其余的都与我不关 就好像做梦了一样 就好像是大家陪我做了一场梦 这不是梦 这次是真实的 你是真的赢得了这场比赛 我知道 我是觉得 就好像 你是从大家的手里 为我偷来了今天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这本来也是你应得的 世界居然还在正常运转啊 时间对于大多数地球人来说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怎么可能 你这话要是说给一个老头听 他非得拿拐将打你不可 地球人对于时间的敏感 更多是来源于对比 如果没有了对比 或者没有明显的变化的话 人们就察觉不到时间的流失 时间是看不见的 所以大家也并不会发现 对吗 可以这么理解 那 你再帮我个忙好不好 什么 你先答应我 放心了 不会为难你的 好 我答应你 把这一天 归还给他们吧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 把你的催眠术解除掉吧 可是为什么呢 你的礼物我已经收到了 我不是一个贪心的人 可是你已经晋级成功了 如果恢复了记忆的 我在台上的话 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我已经证明了自己 我知道了如果我能赶上比赛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就够了 我很满足 真的 你知道吗 你的超能力 就是我的外挂 打游戏开外挂 是很不公平的 我不想当一个作弊的人 人生这场游戏 每一个玩家都很不容易 对不对 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你刚才答应我了 不许反悔 我来一下 所有的故事已经沉入夜幕之中 每一个孤独的孩子 还在遥望着星空 我走过无人海岸和玫瑰色的天边 都化作笔下的剪影 它在等待着 为往前人倾听 我多希望未来的某一天 再次与你相遇 在哪一刻越过星辰 让你听到我的声音 我多想要每一分每一秒 不断向你靠近 不需要远从前以后 只有你的回应 留下远行的剪影 搞定了 包括人们可能会有些奇怪 他们可能会很奇怪 自己为什么出现在昨天 出现过的地方 那怎么办 这都不重要了 实际上这是你的心愿呢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么听我的话了 那树烟火划破银河的瞬间 还停泊在我的心底 고민 我可以跌倒两边 好 好 好 そう роб